不再流泪计划 拯救者快要来 以赛亚的预言 小朋友 你知道你的名字的意思吗 很久之前 有一个人名叫以赛亚 他的名字是 主拯救的意思 你也许觉得 这个名字有点奇怪 不过这个名字 绝对名副其实 因为上帝的确 要把一个特别的任务 交给以赛亚 上帝要以赛亚做的 就是把他说的话 告诉人民 上帝要修补这个破碎的世界 他把这件秘密的拯救计划 叫做不再流泪 上帝透过以赛亚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给他的儿女们 让他们明白 这个拯救的计划 究竟是怎样的 亲爱的羊群 你们都离开我了 到处流落 好像大草场上的羊 越走越远 直至迷途 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 我不能不爱你们 我会来找你们 我会派一个牧羊人 来照顾你们 爱你们 把你们领回我的身边 这么多年来 你们常常绊倒 起起叠叠 就像摸黑走路一样 不过 一道很明亮的光 快要出现 像朝日的阳光 取走一切黑暗 一个婴孩要降生 他是王子 他的母亲是个童真女 这位王子的名字叫做 以马内利 就是上帝来与我们同住的意思 他是大卫王许多代的真真真孙 是和平的君王 是的 很快便会有人来拯救你们 不过 他不是你们盼望见到的模样 他是王 却很贫穷 也不住在皇宫里 他是仆人 却能医治世人 他是英雄 却为自己的人民打仗 不靠大型的军队 也不用刀剑 却能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他会叫瞎眼的重见光明 又叫婆子 跳跃像鹿一样 他会把万物恢复到原来美丽的样子 可是世人却恨他 不听他的话 他最后会受苦 遇害 像被杀的羔羊一样受死 不过他不会永远死去 我会令他复活过来 这就是从世界开始的时候 我所定下的拯救计划 也是离你们回来的唯一途径 到那一天 当他回来永远管理大地的时候 高山树木都会欢欣地跳舞 歌唱 地会高声赞美 他的名字要遍布宇宙 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 一切悲伤都会消失 就是死亡也会消灭 他更会抹干我们脸上的眼泪 是的 救主快要来临 大家来去寻找他 守望他 本厚他 他一定会来 我应许你 可怜的以赛亚 他把上帝的信念给大家听 一遍又一遍 可是没有人肯听上帝的应许 他们不相信 这个计划是否好得有点难以置信 真的会有那么好的结局吗 听来真的有点像神话故事 而神话故事当然不可信 果真不可信吗 爱你们的上帝 都可以帮助 我可以帮助 你帮助 我帮助